用豆浆冲泡的特色奶茶 没有淡的蚂蚁艺人布朗尼 以及孩子们最爱的新鲜水果塔 这些让人看了垂涎欲滴的糕点 都是婆婆妈妈们的精心杰作 一进门我就先闻到咖喱的味道 看了也是很特别 然后甜品也是看了也是很特别 还有那个小小的那个花形状的那个泥甜品 看了也是很精致 看了一看都很开胃 都是色香味积泉 自己对做糕点的兴趣 最大的难题 我们的食肚的分量 我们是照做了 可是还是不能够成功 所以我们要想办法 为什么还不成功 是油太多太少 水太多太少 蛮讨厌的 所以我们一直调一直调 就慢慢像谷改改改 不好就改到好了 没有塑料的 这个是由我们香菇角 做成的这一个 鲁笋 鲁笋 鲁笋是另一个很开胃的鲁笋 然后鲁笋 也是全部我们自己调的 委托靖丝书轩选择以蔬食作为周穗宴的主角 是因为妈妈钟佩琪是名蔬食者 十分认同瓷器推动蔬食 现在也加入培讨做制作为周穗宝宝 因为苏宝宝也是一个苏宝宝 对对对 在我怀孕到他出来到现在我们都是吃苏长 今天我们准备的都是苏食 给他们吃了过后让他们有一个新的认知 原来苏食也可以这样美味 这样投养化 希望他们可以自己延续下去 庆祝孩子满岁 选择以蔬食款待亲友 不仅是推动健康饮食 也和众生结分好缘 大爱新闻之上 美之公马来西亚综合报道